国务卿布林肯 近日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在当地酒吧弹着红色吉他 演唱摇滚名曲 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赢得观众掌声 综合法新社与路透社的报道 布林肯昨晚突访基辅著名地下酒吧 与当地乐团同台 弹起吉他 献唱加拿大传奇歌手尼尔扬的1989年歌曲 在自由世界摇滚 这首歌曲问事实 苏联正面临许多抗争 之后苏联解铁 包括乌克兰等许多前苏联国家获得独立 布林肯站在台上 手拿红色电吉他表示 我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时期 你们的军人和你们的公民 正蒙受巨大苦难 尤其是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 美国全国公共电台曾报道 布林肯曾组过名为尔布林肯的乐团 并且曾在音乐串流平台spotify 发行两首歌曲 布林肯的表演获得台下掌声 和他同台的乌克兰乐团主唱泰姆尼称赞 布林肯的吉他技巧优异 让他印象深刻 阻止俄军逼近 布林肯在与乌克兰的工作访问期间说 我带来一个消息 你们并不孤单 从第一天起 美国人民就与你们站在一起 今天我们还在一起 直到你们的安全 主权 以及选择自己未来的能力 得到充分的保证 在和乌克兰外长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 布林肯表示 乌克兰人民最终要做出自己的决定 如何打一场保卫自由 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战争 美国会始终如一的提供武器 直到他们取得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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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